欢迎来到下水道,我是希哥 在科技进步的时代,发达半桃体产业 竟然让台湾成为半桃体护国群山围绕的五敌科技岛 除了之外,医学科技的进步 也让台湾人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 度过新冠肺炎带来的影响 不过就算在这样的背景下 台湾还是有许多难以解释的民间习俗 而这些禁忌真的非常能解释啊 今天希哥想跟大家聊聊 但是,只要是台湾人 你一定有听过这些独自传说 机器上面有防乖乖 乖乖文化是台湾非常特别的秘性 不管是多高级的厂房设备 都会有一台不乖的机器吧 这时候就要触动绿色包装 哪有椰子口味的乖乖 放在机器上面或者旁边 提供设备乖乖转 这个神秘的现象 在2008年就被报道过了 到了2021年 甚至英国的BBC都有来报道 而许多国外的游戏设备 也都会放乖乖 如果是台湾出产的设备 还会在合约里注明 旁边要放乖乖 虽然不知道是谁发明的 但很多人都曾经分享过 如果不放乖乖就有当地的现象 乖乖就好像极其的护身符一样 而使用乖乖也有禁忌 因为过节乖乖会没有效果 通常每年要更换两次乖乖 就是农历新年之初 即在鬼月 也就是农历七月半 就可以更换新的 而放在机器上面的乖乖 在还下新的之前 绝对不可以拿来吃 否则 胡神符就会失灵 医院里的凤梨酥 凤梨台语是翁来 在谐音里面代表是心旺的意思 不过在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理师 不会希望生意太旺 因为在医院就是代表病人 或是各种杂物都会一直旺旺来的意思 更严重的就是病患的病情也容易恶化 除了凤梨本身 其他有关的食物 比如凤梨酥 凤梨汁 甚至是往往先备 也都是禁忌 除了行音之外 红色的食物也是医务人员尽力避免的 就算他们要盖章 也会避免加红色的墨水 因为通常当病患病危时 就用红色来标注 这当然是医务人员非常不想看到的状况 所以他们就会尽力避免使用红色 就连红豆糖也是呢 进旅馆前要先敲门 现代人工作压力大 趁着假期去旅游 已经是许多人输入了首选 而在入住旅馆的时候 一定也听过这样的都市传说吧 在进旁门前 一定要先敲门三下 并说声 打扰了 正所谓 进屋叫人 入苗白身 这些驱动 就是要告剧院住户 我们也来打扰 将门打开后 也先不要急着进入 在门口等一会儿 让里面的住户先出来 同时 也有人会只开一条小门封闭侧身 他们先过 否则就很容易被原住户捉弄 指月歌儿 相信许多人小时候 也经常被长辈告诫 不能用手指指月亮吧 在特安民俗里 确实有记录这场禁忌 说明 一手指月 会被月亮隔到耳朵 不慎指月 应当立刻用手拜月亮求舍 由于用手指着别人 是很不礼貌 不尊敬的行为 加上传统造架里 月亮被深刻化 人们尊月亮为太阴娘娘 而人们对月亮的崇拜 也衍生出许多想象和神话 哥尔多 就是太阴娘娘 对不禁止人的惩罚 不过皮肤科医生 出来破解这个禁忌 仍然很有可能是 异为新皮肤厌热的祸 月亮会哥尔多的禁忌 或许是古时候的人 缺乏科学知识 所产生的联想 跌倒的小绿人 这个多次传说 或许是台湾特有的 二连世纪末 科技飞速的发展 而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交通耗制 也有了重大的突破 就是在这个时候 台湾的邮理低产业肯兴起 红绿丹顿渡庙 还有行走的小绿人 几乎出现在大大小小的路口 当小绿人亮起 就代表行人肯行走 而当小红人亮起 代表必须停下来了 小绿人刚开始会悠闲的走 接着当过马路的时间 快要结束了 小绿人就开始奔跑 而传说 只要走到第两万步 小绿人就可能会跌倒 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小绿人会跌倒 有人说是某个工程师 无聊事件彩蛋 有人则认为 是台北市九龙管制工程处的 特殊设计 后来提醒行人随时注意脚步 而除了跌倒之外 还有小绿人会倒立 周的脚步会跨得比较大 或是本该原地踏步的小绿人 却偷偷往前走一点点的说法 那以上的说法 都被当时涉及小绿人的工程师 给否认了 虽然没有人能回答 小绿人跌倒的问题 但下次 大家可以留意 马路上的小绿人 或许就可以捕捉到 跌倒的那一瞬间 轻鬼抽烟 实话说 饭后一根烟 快乐死神仙 除了人会抽烟之外 据说 好兄弟们也是会抽烟的 有在抽烟的朋友们 一定都会知道一些禁忌吧 例如 烟掉到地上 不可以捡起来抽 因为只有可能 是他们在讨烟之类的 而这时候 如果点起人家 这一家的地上的烟 这根烟透的红光 就会像有人在 大口吸一样燃烧 而一人大根和阿虎 曾经因为铁翅 伤在家里停电的状态下 测试家里 到底有没有鬼 所以就点起一根烟 并不断邀请好兄弟 险生抽烟 没想到 本来没有人在吸的香烟 竟然大量红光 并且也很快的速度燃烧 把两个人都吓坏了 北车招牌 灯不亮 就会有事故 台北车站的招牌 早期是蓝底白字的 现在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了 因为台北市政府 在2016年 开始推动城市美学 台湾铁路管理局 有人拆除 位于台北车站的上头 蓝底白字 标示的灯光招牌 换成目前这种 更新更不让的样子 但这个老旧了 蓝底白字招牌 背后也有独自传说 在台铁员工之间 流传着一个说法 就是那个蓝白招牌中 只要有一个字不亮 隔天就会刚好有事故 比如 车子在什么地方故障 或是有人掉下去 所以这个招牌 可以说是台铁运势的象征 很多员工下班时 都会特别回头看一看 如果有字不亮 隔天上班 可要打起120分的精神 不过事到如今 灯光招牌被拆除了 台北车站 招牌预照的传说 也随之烟消云散 这可以说是 团案最短命的 都市传说吧 吹口哨又鬼魂 半夜不能吹口哨 否则会把鬼吸引过来 相信很多人小时候 都被这样警告吧 吹口哨也可以换成 吹哨子 吹笛子之类的 总之就是声音间隙的音乐声 因为人们相信 夜晚是阳气最弱的时候 鬼魂就会在夜晚出没 相对的 人的身体也会比较衰弱 而口哨 笛子的声音 属于高频音波 特别容易吸引 漫游的好兄弟们 这时 人们就非常容易被影响 招致厄运 或者发生那一节时的事情 不过许多文史专家说 这 是日志时代 为了防止老百姓 乱吹口哨 扰乱军情 日军散布的谣言 让他人 不要再半夜吹口哨 夺命大怒神 到游乐园玩 最刺激的 魔鬼是 自由落体类型的 舍失了吧 不过 曾有一个独自传说 是这样的 有人去游乐园玩的时候 发现自由落体 周围围着一群人 旁边有警车 且无车 原来是一个女生 在玩的时候 发生意外 他在坐上设施之前 没有把自己的长头发 绑起来 所以在设施下坠时 头发往上飞 卡好机器里 整片头皮 都被扯了下来 最后失血过多 加上离医院太远了 来不及及急救 所以伤失了生命 由于这件事情 死在太熊动 游乐园的高层 不想让这种事情曝光 所以花了大笔的钱 把新闻压了下来 这个都是传说 闹得沸沸扬扬 许多网友都表示 有认识的人在现场 青年募集 但根据实际的状况而言 头发没有个两三公尺 应该是很难 卡进机器里的 所以这起事件 或许也成为 一番最古异的 都市传说吧 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边 小时候被这些 都市传说 小了不要不要 大家还有听过啊 哪些猎奇的 都市传说吗 欢迎在底下留言 跟我分享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有没有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会出过 最近上片的通知哦 微信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